好的 这是罗王 等族木物种的统称 等族木isopoda 是软甲缸中一个比较大的木 之前我们介绍过 螃蟹和虾 属于软甲缸的十族木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 鼠夫虽然通常被称为虫子 但其实相比昆虫 它与螃蟹 龙虾的关系更近一些 它也是少有的登上陆地的 软甲缸节制动物 虽然它确实登上了陆地 但它依然非常需要水分 因此它常栖息于阴暗潮湿的地方 不被称为潮虫 这其中就有一个特例 它们的外骨格更坚硬 更防水 即使暴露在阳光之下 被劣使者发现 它们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那就是缩成球 没错 这就是西瓜虫 西瓜虫其实也被称为 求鼠腹或者求潮虫 它就是潮虫中的一个特例 一种并不是非常依赖潮湿环境的鼠腹 所以从学术上讲 西瓜虫也就是求潮虫 也就是求鼠腹 它是属于鼠腹的 但由于它和其他的鼠腹 习性差异有点大 很多情况下 在讲到求鼠腹 也就是西瓜虫的时候 会和其他的鼠腹区分开来 简单的说两者的关系 其实就很像大熊猫 和其他熊科物种的关系 我们有时候会把它们分开来讲 但其实大熊猫仍然属于熊科 讲完了西瓜虫和鼠腹的关系 鼠腹为什么会出现在人们的家中呢 之前我们说过 鼠腹喜欢阴暗潮湿的椅 而正是因为如此 厕所成为了一个理想栖息地 这里非常的潮湿 许多角落还很阴暗 然而问题又出现 鼠腹的主要食材 其实是一些腐植制 和植物的跟进 而厕所里 可没有这些东西呢 因此其实很多的鼠腹 来到人们的家中 并不是想在这儿安度一生的 而是找一个避难所 由于外界的环境非常寒冷 人类的栖息地 相比之下就要温暖许多了 鼠腹躲在这里 其实只是过个冬 这里虽然环境舒适 但是不管怎样 是没有东西吃的 所以原计划中 佳妻系列没有鼠腹 正是因为鼠腹虽然容易在家中出现 但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佳妻物种 它们无法长期在这里生存 它们的习性 我们知道这个物种 其实基本上 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伤害 它们的食材中 既没有含有病菌的 尸体和粪便 人类的食物也不是它们的主食 更不会吸人的血 所以可以说是几乎无害的 不仅如此 鼠腹其实还能派上很多用场 在许多雨林造井缸中 养一些鼠腹 它们可以清理一些腹植质 达到降解的作用 并且其实鼠腹的种类 还是挺多的 这只中有一些种类 颜色还很漂亮 在国外一些人 甚至专门养鼠腹 作为一个观赏物种 它们不仅颜色艳丽 繁殖起来也不难 还能放在微型造井缸里 确实别有一番意境 好的 至于是罗王 这一视频我们介绍了一下鼠腹 佳琪昆虫系列 也基本上过半了 之后将是佳琪蟑螂片 我们会分开介绍 美洲大连和德国小连 后期的佳琪昆虫系列 可能会有风格上的一些差异 希望大家喜欢新的风格 在这里我想另外说一下 关于最近KY言论的事情 许多关注我动态的人 应该也发现了 我喜欢把随口误导的言论和KY 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论 挂在动态里 都为一些错误示范 前几天我也转发了B站官方 对于引战言论的一些案例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对这些言论太敏感了 生气了 并认为我的反应是过激的 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 去年7月份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件事情 当时导致一些贴发的人 一股脑地侮辱我 并且在百度上刷出了 罗王二号不靠谱 这个词条 当然还有什么罗王二号垃圾 罗王二号死了 但其实我几乎没有抱怨过 这样的言论 只有偶尔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 而罗王二号不靠谱 甚至变成了梗 有时候会被我自己调侃出来 而在QQ看点上 许多倒我水质视频的人 捏造了事实 底下很多的评论 也经常骂我是变态 精神病 甚至诅咒我被水质吸死 我没有为这些言论而苦恼 因为他们是贴吧 他们是QQ看点 不是B站 我之所以要把B站上的这些 恶意评论爆出来 正是这点 有些人说不必在意他们 有些人说拉黑就好 其实我个人是很支持举报 引战言论直接举报 二话不说 这是很好的 但我个人并不是非常喜欢拉黑 因为拉黑也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但他在那 他还在那 我作为B站的一个up主 粉丝数量不敢说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的 我希望我自己出的一份力 能有那么一丁点作用 如果看到这些引战言论 不是了 这就相当于是 目睹一场暴力 却坐视不管 许多人看到了却无所作为 再默默说一声 啊 B站低零化了 素质变低了 这真的没什么用 而我在做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确实是网络暴力 确实是低素质的表现 有些人说 在网上做什么事都没后患 所以很多人都会做 那么既然是这样 在看见一场不良现象的时候 你也完全可以去举报它 不需要加入混战一起自逼 直接举报 这才是我把这些事情 爆出来的原因 有些人说 不是那些言论 听了一点就发条动态 这是不大度 这是玻璃心 那我确实玻璃心 我的玻璃心在于 我不忍心看着大家 对这些垃圾言论坐视不管 就像之前有人说的 一朵屎在地上 它恶臭 有什么好在意的 难不成要踩一脚 还是离它远一点 无视就行了 但我会选择不是无视它 而是把它铲掉 丢到快手 垃圾桶里 我不是希望大家去在乎这些言论 这些言论的内容 确实没有营养 但无视 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在今后 我还是会把一些 故意引战 或者KY的言论曝光出来 可能会像楼掌那样置顶 也可能专门发一条动态 但我希望大家看的时候 不要揣测我的情感 觉得力气重 觉得我在生气 天哪 比这样言论严重多的 我都没有生气呢 我发这些动态 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些言论还存在着 如果大家见到类似 请举报 为了网络气氛 为了哔哩哔哩 好的 这里是罗昂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 投一个硬币点一个推荐 把视频分享出去 这里是罗昂 我们